各位中四的同學,大家好 今天就講餘式定理 看你本書的6.15版至6.18版 我們首先講6.15版的餘式定理 餘式定理是什麼呢? 要慢慢跟大家 逐樣去探究,講解一下 首先,如果我們有3x加1,x3加x2次-4x 我們先給它一個名字 因為你代一個x,它可以出到 3x加1是一個數字 所以其實變成像一個銜數 因為一個x出到一個y,就是一個銜數 所以我們可以用 其實是比較不同的 之前第3課 講過的fx 即是fx gx 和fx 就代表它是一個銜數 你看看,世界fx 世界gx 其實都是一個銜數 即是你代x2下去的時候 你就算 算是7 其實這個代2的動作 你就可以用f 括號2 來代表它 等到你,你這裡 如果x是-1的時候 你用g括號-1 就代表 你可以計算到那個數值 這裡-1的3次是-1 加-1 加-1 2次是-1 加-4 減1 你這個約了 4-1就是3 所以就是這個意思 我們遲些要用這個符號 所以我們要知道 原來多項顏色 是可以用銜數去表示 6.16下一版 6.16下一版 有個課堂活動 課堂活動 首先就是我們要探究一下 fx除 x-a 的餘息 與fx a的銜數 就是fx除以x-a的餘息 與fx的關係是甚麼 即是fx除以x-a的餘息 你代表a的餘息 會是甚麼 fx-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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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實就是餘息 fx-a 第一個字是f 所以我們通常讀 是讀fx-a 這個就是餘息 好 首先用長除法 計算它的餘息 你會發現 它應該計算了12 我現在很快計算一次給大家看 x3次 減x2次 加3x 加2 如果你除x-2 你用長除法 就是x2次 x3次 減2x2次 然後上減下 x2次 -1 x2次 減2x 即是-1 x2 加2 2-1 2-1 就是剩1 x2次 上減下 上減下 然後 第二個數 我們就會變成 2-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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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8 8-4 4 4-6 10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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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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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3 2 2 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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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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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3 2 4 3 餘式 那你就可以寫回我們之前學過的關係 記不記得這個關係如何 如果28除3 這裡就是9327 餘數是1,就是3乘9加1 等於28 所以x-a乘q 乘到x qofx,即是functionq 然後再加這個r的餘式 就等於f 所以你寫出來就像這樣 x-a乘qx 乘 再加一個餘數 就等於函數fx 所以你會得到 猩猩這條式 然後我們很有趣 我們如果 如果z x-a 對0 你計算到x 是否也要a 因為它沒有告訴你 為何x等於a 我現在就告訴你 你可以這樣想 你把x-a 設定為0 你會計算到x是a 即是它不會突然石頭爆出來 所以在x-a 設定 x-a x-a 你會計算到這條式 你把這個數 代入這條式 a-a x-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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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會發現 這是0 0乘任何數 是否也就是0 所以左邊這條式 就沒有了 0 x-r 所以 0x-r 就是fa 但是r是餘式的 所以你會計算到這個 正正就是r 所以正正就是餘式 這個可以當作證明去理解 即是以後 如果你看到x-3 你代這個數是0 x-3 也要0 x是否也要3 你把3 代入鹹數 就可以計算到餘式 把x加4 把x-4 代入鹹數 你就會找到餘式 可以嗎 然後我們下一半 如果有時候 我們複雜些 除x-mx-n 那怎麼辦 就是一樣的 如果我們 外面的是mx-n 如果我們 x-x x-x 這就是x-x 這個相式是qx 這個就是r 我們一樣 這個 乘乘這個數 加r 那就等於fx 你會寫得到這個關係 mx-n 乘乘Qx 加r 就等於鹹數 fx 好了,那接著呢 你用回剛才的動作 今次我們代什麼下去呢 如果我們 set mx-n 做0 那mx就等於 0加n 那mx就等於n 那x就等於n 那我們怎樣去做呢 因為我們想砌一些東西 砌成生產做0 好了,如果我這個東西 代入這個銜數 這個位置,你會得到什麼呢? 我寫在下面,最底 就是m括號 現在x就是n over m 減n 整個乘q 括號 n over m 加6就等於f 括號 n over m 那你會發現 這個東西其實是0 為什麼呢? 因為這兩個弱了 那麼n-n就是0 對不對? 這兩個弱了 那麼n-n就是0 那0成任何數都是0 那就是這個東西都是0 這個是0 那就是說我們會得到 r呢? 也要f 配到n over m 那因此我們會發現 原來它的余數呢 又是這樣代入 的 對不對? 所以這個邏輯呢 就是你設定 mx-n 做0 那你就可以算到 去的了 那很簡單 譬如你這個 隨色的嘛 你設定它做0 那x是不是也要5 那你就f括號5 就是答案 x選5 x選5 都要0 那x是不是也要5 將5 代入下5 數 就是f5 明白嗎? 那我寫下面 我看看 不可以 擦一擦先 然後 慢慢寫 這個邏輯就是這樣 第一條 x-5 你設定做0 那x是不是也要5 那你把這個5 代入fx 你會得到什麼? 就是f5 就是這樣 那你第二條 你x加6 等於0 是不是做到x 都要負6 那你代入fx 你是不是可以生產到f6 那所以第二條 f6就是這樣 那第三條 3x-2 那你設定做0 那3x是否也要2 那就是x也是2 over3 那你就代入fx 你就可以做到 f2 over3 正正就是那個余數 如此類推 那2x加9 是不是也要0 你設定做0 那2x等於-9 那x就要-9 over2 那你代入fx 你就可以生產到f f-9 就是-9 over2 那就正正就是這個 那同樣道理 第五第六條 你一樣可以這樣做 所以第五條就是 7-5x 你設定做0 那7就要5x 那7除5就要x 那你就代入fx 你就可以生產到 你就可以生產到 f-7 over5 那而第六條 你設定做4x對0 那x是否也要0除4 那0除4是否也要0 那所以你代入fx 你就可以做到f0 所以你就可以做到第六條 那這個綜合即時練習就是功課 功課來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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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,那第八條 討論道理 我們如此類區 如果你快又想得到 你心裏面知道 這個是0 那x就等於2 那所以我們代入x是2 因為我們的心裏面在想 這是燈膽來的 Z x-2是0 那x就要2 那你就計 那就是一個預數 是3 那2是3就是8 2乘4就是8 再加2加1 好了,那這個 你設定做0 那2x就要負1 所以x就要負1除2 那負1乘2 那負1乘2 那你代入fx 那你就可以計到一個預數 就是這樣 這個情況 我們只是計到一個預數 計不到一個雙數 那這個定理 我們就叫做如式定理 那即時訓練8 A 那你現在又是這樣 x-3 那你代什麼 就代x是3 那所以呢 這個呢 你又要怎樣呢 它的預數是什麼呢 先寫下 這個預數就是 你把3 代入這裡 3的3次加 3的3次加 3的2次減 4乘3加1 如果你不明白 你跟在上面 它就要用切的 切 fx 就是等於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預數呢 就是f3 那所以呢 我們可以這樣的 切完之後 這個預數呢 就是f3 就等於3的3次加 3的3次加 3的2次減 4乘3 3加1 那就要27加9 減12加1 那就要25 那就要25 那到b題了 b題你可以切這個做fx 其實我現在 紅筆挎著這個做fx 下面那個 不要切 我們 用綠色筆 切 fx 就是3x 3次加x 2次減2 那這次呢 你就設定這個做0 那x是什麼 沒錯 就是3x加1 做0 那3x就要負1 那x就要負1 over 3 那這三個步驗 你可以 skip的 如果你熟了 你心選一望望到 那就是說 這個預數呢 我們可以得到 就是f 括弧 負1 over 3 就等於 3乘負1 over 3的3次方 加 負1 over 3的2次方 再減2 可以嗎 那這裏呢 你可以刀機去心選 那我建議大家 試一下心選 那我 做多一次給大家看一看 先拆掉它 等等 那beta呢 就是說 這個 余數呢 就是等於 f 負1 over 3 那就是3乘負1 over 3 3次加 負1 over 3 2次減2 你會這樣 3乘負1 over 27 就是3個負1 也會有負1 健在 還在 那2次2個負1 就是沒有 即是正 正9 減2 可以嗎 那你會發現呢 這個前面呢 這個前面呢 就是 負1 over 9 負1 over 9 加1 over 9 就是抵消了 所以答案呢 是負2 因為這兩個數呢 其實可以抵消了 那就剩下負2 所以就是這樣出來 好啦 那這次的功課呢 就是集體6B 1至13 這裡 今天的功課呢 就是集體6B 1至13 那我給大家一點提示 你就是 這裡呢 我現在全部藍色那些呢 全部藍色underline的那些呢 你做的時候呢 就可以先切 Fx做藍色那些 等於他們 那 而後面這些呢 其實你就要set去做0 紅色筆這些呢 你全部呢 就是set做0 set0 就是set做0 0就是0 那 譬如你第二 第二條 那你就 x-1 那你就 x-1 就是第二條 你就是x-1 第三條 你就是x-2 第四條 就是x-3 如此類推 那你自己試一下 那去到分數 你要小心點 比如說第十條 這樣 3 x-2 都要0 那你慢慢做 就不會錯的了 負2 x-2 除3 慢慢做 就是有時候 一次過心算 心算不到的嘛 那你代下去 那有什麼不明白 就Whatsapp我吧 拜拜 今天的集體功課是6B 1至13 就是功課了 6.218 就是6.218 6.218